第六十三集,桑智机械般的转头,顺着她的视线网断嘉许的脸上瞟。 像是被家长抓到早恋一样,她猛地把手抽回,不自在地背到身后。 她咽了咽口水,本来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,但桑言不善的表情,以及关系,突如其来被戳破。 两者结合之下,让本无心理准备的桑智,心脏顿时提到了嗓子眼。 段嘉许迪着眼,看着自己瞬间空荡的手,眉梢一条。 而后,桑智憋出了句,是挺像的。 但你仔细看看,桑智干巴巴道,还是有,有一点区别的,就是撞脸,大众脸。 我认识好几个人都长这个脸。 桑言打断她的话,气急反笑,你真当我是傻子,要不我帮你想个理由? 桑言瞳孔漆黑,自以为冷静,又不冷静地说着,段嘉许瞎了,瘸了,醉了,所以为了扶着她,你一定得牵着她的手。 安静三秒,桑智强装镇定道,那要不就醉了吧? 听到这话,桑言的眉心一跳,那皮笑肉不笑的笑容,也渐渐收了起来。 她不动声色地平复着呼吸,盯着桑智,一字一顿道,你给我过来。 桑智怕被她骂,求救般地看向段嘉许。 见状,段嘉许也侧头看向桑智,表情若有所思地。 很快,她开了口,说出来的话,却是在回应她刚刚说的话,我这长相也不大重吧。 双重夹击,两个,有毛病的,男人。 桑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成为最慌张的那一个。 她深吸了口气,目光在两人身上转悠着,而后呼地把段嘉许往桑言的方向推。 她把责任全往段嘉许身上推,实话实说,她追的我。 对上桑言的视线,段嘉许终于开始有了一丝的罪恶感。 她嘴角的弧度慢慢连起,倾咳了声,承认,我追的。 桑智突然有些后悔,她今天要是不去找段嘉许,下班后乖乖回宿舍,此时桑言估计也不会撞上这一幕。 知道桑言来了,他们还能从长计议,还能再想想怎么坦白,才不会让她觉得太过难以接受。 此时的状况,三个人像陌生人一样,沉默又尴尬地,往桑智宿舍楼的方向走。 桑智走在中间,也不敢靠段嘉许太近,距离更偏向桑言。 她的目光总往桑言脸上瞅,心脏仍在打鼓,心头莫名浮上了点愧疚感。 她垂下脑袋,暗自带入着桑言此时应该有的想法。 跟妹妹冷战了接近两周的时间,终于腾出时间过来一盒打断她的腿。 千辛万苦赶到妹妹的学校,却意外地看到,她跟自己的兄弟手牵着手的场景。 妹妹跟兄弟在一起,在一起就算了,两个人却同时瞒着她,她毫无察觉,还总找这个兄弟去照顾妹妹。 像个傻子,被人玩弄于掌骨之上。 好像是有点。 桑志舔了舔唇脚,忍不住道,哥哥,我之前就想跟告诉你的,我都发了消息出去了,但你把我拉黑了,所以你就没看到。 桑言像没听到似的,一声也不吭。 我能给你看,怕她不信,桑志翻出手机,从黑名单里把她拉出来,我这还有记录。 桑言就是重提,研究生。 桑志的眼睛缓慢地眨了下,硬着头皮说,我这不是想先给你个心理准备吗? 先跟你说,我找了个跟你差不多大的男朋友,然后再慢慢告诉你。 桑言懒得听她废话,你宿舍楼还要走多久? 快了,再走几分钟。 桑志挠了挠头,迟疑道,你要干嘛? 桑言没回答,桑志只能看了段嘉许一眼。 段嘉许对上她的目光,笑了下,安抚道,没事,我一会儿跟你哥说。 总感觉这氛围有点吓人,还出乎了桑志的意料。 她本以为桑言顶多会觉得诧异,也不至于生气。 桑志又看向桑言,强行想挽回一下局面。 哥哥,你今晚住哪? 桑言吃了声,有你什么事? 桑志感觉脑袋都要炸了,你总不会打人吧? 桑言,呵呵,这事儿有什么呀? 你要看上了我朋友,桑志费劲地扯着话,我也能给你介绍啊。 我也能一点都不介意的。 桑言极为冷漠,犯不着,老子有对象。 不是,男为婚女为嫁的,你这反应怎么跟我找了个已婚的一样啊? 桑志说,这年龄也没差很多呀,又不是十七岁。 恰好到桑志的宿舍楼下。 这栋? 桑言无视她的任何话,下巴抬了抬,不用我教你怎么进去吧。 段嘉许也开了口,温和地提醒,回去吧,不是还要跟你妈妈视频? 这氛围极其古怪,像是在等她走之后,在干点什么事情。 桑志觉得格外不安,一步都不敢离开,继续说着。 而且,你跟嘉许哥认识那么多年了,也知道他人品挺好的吧。 桑言的声音毫无情绪,我知道什么? 说半天油盐不尽,桑志费尽口舌,都没半点用处。 他觉得恼,又觉得理亏,只能耐着性子说,我都跟你说了,我准备告诉你的。 但是,你把我拉黑了。 而且,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呀,就谈恋爱。 嗯,不是大事。 桑言敷衍,回你的宿舍。 桑志要疯了,只能丢出个提议,我今天不回宿舍睡行不行。 桑言,呵呵,觉得自己该说的都说了。 也觉得这两人怎么说,也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,应该也是讲道理的。 况且,桑志从小到大,惹桑言生气的次数,没有千遍,也有百遍了。 他也没试过跟他动手。 顶多是教训他几句,也没有更恶劣的行为。 抱着这样的想法,桑志又替段嘉许说了几句,还是让了步,乖乖回了宿舍。 他小跑着上了楼,进了宿舍。 之后,立刻进了阳台,扶着栏杆往下看。 看到两个男人已经往校门口的方向走,中间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。 这么看,也不知道有没有在交谈。 但看上去,好像还挺和谐。 好像确实是在,和谐的讲道理。 桑志松了口气,直到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时,才收回了视线。 此时此刻,楼下正走着路的段嘉许和桑言,目光没有一刻对上。 也毫无交流。 暑假夜间的校园,安静得过分。 一路上几乎没看到别的人。 两人保持这样的状态,出了校门,又走了一段路。 从这儿走到地铁站,要穿过一条小道。 平时还挺热闹,但到暑假,人就少了不少。 空荡荡的街道,明白色的路灯,刺眼又冷清。 像是到了个极其合适的位置。 桑言突然停了下来,舌尖用力抵了下唇角的位置。 随后,他侧过身,毫无征兆,用尽全力往他脸上揍了一拳。 毫不客气,没半点收敛。 顺着这力道,段嘉许往后退了几步,觉得半张脸都没了知觉,像是被火烧,带着麻意。 他活动着脸上的肌肉,用指腹蹭了蹭稍稍裂开的唇角。 笑了,这么狠啊! 我他妈鸡皮疙瘩都起来了! 桑言没半点开玩笑的意思,眼睛闭了闭,又睁开,你泡谁不行? 段嘉许纠正,不是泡,认真的。 桑言嘲讽般的笑了声,火气半点没消。 他转了转脖子,伸手拽住段嘉许的衣领,重重往下扯,抬起膝盖,往他的腹部顶。 我看你他妈是疯了。 他的力道极重,段嘉许觉得全身都在疼,却也没反抗。 他的额尖冒了细汗,唇角一直上弯着,艰难冒出了剧,你看着地儿揍。 桑言气得胃疼,又往他脸上揍了一拳,你他妈还想我给你留着? 段嘉许往后退,这次被撞到了墙上,闷哼了声。 桑言把他扯过来,这次还上了脚。 两人认识那么久,从没打过架。 这头一遭,桑言就像是想要了段嘉许的命。 打到最后,他自己也没了劲,靠在墙上喘着气,妈的,休息一会儿。 段嘉许直接坐到了地上,他的嘴里全是血腥味,往旁边吐了口血水。 听到这话,他的眉梢扬起,撕了声,也没多说,行。 这场假,让桑言的情绪冷静了大半。 两人沉默了好一阵,火药味渐渐散去。 桑言诞生问,谈多久了? 一个半月,段嘉许站起身,低笑道,上回说打算去南乌找你,就为这事。 这事是我做得不对,所以想当面跟你道个歉。 桑言,你是畜生? 段嘉许,是吧? 你要找个跟他一样大的,或者,你就算找个比他小的,我都举双手双脚赞成。 桑言说,但我妹,桑智,她初中你就认识了吧? 把你当亲哥似的,你也能下得了手? 兄弟,滚,谁他妈你兄弟? 段嘉许忍不住笑出声,扯到唇角处的伤口,疼得声音都哑了几分,行,哥。 知道你难接受,你要打我几顿都成。 桑言气笑了,谁你哥? 段嘉许,迟早地喊,你适应一下吧。 两人直接拦了辆低市。 上了车,桑言仍觉得荒唐,想到都觉得不可思议,你怎么想的? 还别说,恰好收到桑智的微信,段嘉许低下眼,边回覆着边吊铛的说。 小姑娘长大之后,还挺漂亮的。 桑言忍着在车上,打人的冲动,你没见过漂亮的? 确实,段嘉许的目光未动,往对话框上输入了句没事,别担心,笑得温柔。 还真没见过,我家纸质漂亮的。 桑言把车窗降下,吹着夜风,把上了头的火也降下,你家,只知。 段嘉许挑眉,行,暂时还是你家的,但迟早也是我家的。 沉默半晌。 桑言又问,真认真的? 段嘉许吸了手机屏,听到这话,他唇角地笑一脸了脸,语气也难得正经了几分。 不认真,我才真他妈是个畜生。 行。 桑言跟茶家比似的,到哪一步了? 段嘉许侧头看他,这次没回答,不是,兄弟。 这就涉嫌隐私问题了吧。 桑言? 空气凝固几秒,桑言不敢相信,直直地盯着段嘉许。 这事儿我问出来也尴尬,但我还得问清楚,你做什么就涉嫌隐私了。 见他误会了,段嘉许差点被呛道,别。 兄弟,你想什么呢? 段嘉许,我在你心理形象就这样。 桑言目光未移,平静道,说真的,是这样。 还有,你一个接近三十的老狗,泡我妹一个刚上大学的小姑娘这事情,让我发现。 桑言冷笑了声,你的无耻原来是没有上线的。 段嘉许悠悠道,也就差个六岁零,十一个月。 事情也这样了,桑言总不可能让他俩分手,他收回视线,松了口,你俩爱谈就谈。 但是,你得注意点分寸,这小鬼在家被供着养的。 段嘉许笑了,我知道。 很快,他又补了句,谢谢哥哥。 场面定格住,没多久,车窗又升了上去。 桑言猛地伸手,用力扣住段嘉许的脖子,额脚秃秃地跳着。 这动静声极大,驾驶座的司机下意识到,咋回事啊? 怕司机恐慌,桑言抬起眼,按捺着火气,非常体贴地补了句。 师父,您别担心,我尽量不在您的车上杀人。 本集完。